同学,说到测量蒸汽压,就会想到气压剂 说到气压剂,就会想到脱里切粒的实验 但你知道要怎么利用脱里切粒实验装置测出溶剂的蒸汽压吗? 话说在16世纪,脱里切粒拿了水银来做实验 它用一公尺长的玻璃管装满了密度为每毫升13.6克的水银 只见管中水银下降,一直降到高度76公分处就停住了 脱里切粒再试验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结果 且无论使用比较粗的玻璃管或比较长的玻璃管 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因此得到了结论 空气重量只能撑住76公分高的水银 空气对水银页面的压力 将等于水银柱垂直高度的压力 而玻璃管上方出现的空间 就是著名的脱里切粒真空 后来的科学家拉乌尔 讲尝试在脱里切粒真空实验的水银拱柱中 加入水,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而我们也可以运用壁管式气体压力剂 在真空状态的开口端 仿照拉乌尔加入水后 测量拱柱的高度差 极为容器内水的饱和蒸汽压 不过在这之前 让我们来认识拉乌尔这位科学家吧 拉乌尔是法国科学家 执教于格瑞洛伯勒大学 早期致力于辅打化学电池的研究 后来投入溶液的研究 发现溶液的蒸汽压与其浓度的关系流传至今 现在称作拉乌尔定律 其定义为 含有非挥发性非电解质溶质之稀薄溶液 其溶液的蒸汽压与溶剂的墨尔分率呈正比 我们先回顾之前所提及不同的溶剂 具有不同的蒸汽压 从左至右可分别测量到 大气压力为760毫米拱柱 纯水的饱和蒸汽压测量值为 760-736.2 等于23.8毫米拱柱 乙醇的饱和蒸汽压测量值为 760-701.2 等于58.8毫米拱柱 而乙米的饱和蒸汽压测量值为 760-227.3 等于532.7毫米拱柱 当饱和蒸汽压恰为一大气压时 所对应的温度 称为该液体的正常沸点 譬如 乙米沸点是34.6度C 乙醇沸点是78.3度C 而水沸点是100度C 由此可知 物质的蒸汽压会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但非线性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在常温下 挥发性 乙米大于乙醇大于水 蒸汽压 乙米大于乙醇大于水 正常沸点 乙米小于乙醇小于水 接着 我们就以测量不同浓度的糖水之蒸汽压 来解释 拉乌尔定律 取不同重量1.8克和3.6克的葡萄糖 分别加入10公克的水中 两杯糖水的重量莫尔浓度 相当于1公斤水中 各有一莫尔与两莫尔的葡萄糖 分别计为1M与2M的糖水 并取小量低到水银柱下的水银中 会发现水银柱高度产生变化 可量测其蒸汽压 并归纳得到画面上表格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当浓度越大 其蒸汽压的变化量越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若加入不同种类的非挥发性溶植到水中 蒸汽压的变化为何 当左边为纯水的蒸汽压时 发现加入葡萄糖、尿素等 家中常见的非电解质 溶于水中后 发现其蒸汽压皆下降 且似乎存在某一种关系 拉乌尔定律描述了溶液的蒸汽压 与其浓度的关系 我们可先由粒子模型示意图 来说明非挥发性溶植对溶剂蒸汽压的影响 在蒸汽压下 以达平衡的纯溶剂中 加入非挥发性非电解质的溶植 初期因溶剂与溶植粒子间的作用力 使得蒸发速率逐渐变慢 但凝结速率却不变 随着气象中的溶剂粒子变少 凝结速率亦渐渐降低 因此最后达新平衡时 气象中的溶剂粒子数降低 溶液的蒸汽压因此下降 整体而言 同温时 溶液的蒸汽压会低于纯溶剂的蒸汽压 若改变溶液的浓度 也会发现溶液的浓度愈高 溶液的蒸汽压就愈低 而经仔细测量可发现 在电温下 非挥发性非电解质的稀薄溶液 溶液的蒸汽压与溶剂木耳分率成正比 溶液的蒸汽压PA 等于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乘上溶液A的木耳分率XA 溶液的蒸汽压来自于溶液 同体积的条件下 溶液愈稀薄 溶液分子愈多 而溶质分子愈少 因此溶液的木耳分率愈大 则溶液的蒸汽压愈大 溶液蒸汽压的下降量 Delta P 等于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减掉溶液的蒸汽压PA 等于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减掉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乘溶液A的木耳分率XA 等于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乘上瓜糊 依捡掉溶液A的木耳分率XA 经过上市的运算 溶液蒸汽压的下降变化量 与溶液的木耳分率有关 即Delta P 等于溶液A的饱和蒸汽压PA0 乘上溶液B的木耳分率XB 因此当溶液浓度愈大 溶液分子愈少 而溶液分子愈多 则溶液蒸汽压的下降量就愈多 必用坐标图表示 溶液蒸汽压的下降量Delta P 与溶值B木耳分率XB成正比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现今所称的拉乌尔电率 定义为 在电温下 非挥发性非电解值的稀薄溶液 其溶液的蒸汽压 与溶剂木耳分率成正比 其定义公式及蒸汽压下降量 可表示如画面所示 最后请你思考一下 小明在他的房间内 将桌上两个大小相同的杯子 一杯装入一把糖与200克的水 另一杯是200克的水 小明用大塑膠袋 将两个杯子包起来放在一起 袋内处理成无菌状态 猜猜一年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